要说起美国一年四季中哪个季节最好玩 相信81.8%以上的同学都会选择夏天 这其中除了有BBQ烤肉机的加分项之外 也少不了夏季是一年一度最适合露营的时刻 说起露营 可能从小生活在中国的小伙伴们会比较陌生 这种亲近大自然的机会 不太允许再以钢筋水泥著称的中国实现 但是来到了美国便会发现遍地都是露营地 满街都是背包客 此刻的你有没有那么一丝冲动 来上一场天为炉地为铺的露营之旅呢 今天的爱生活就来给大家入门一下美国的露营文化 一 营地选择 美国有各种类型的露营场所 有在深山老林的 也有在国家公园的 还有湖边海岸的 营地中各种设施的装备也参差不齐 所以大家在选择营地时 除了先确定自己想要探索的自然环境之外 就要先弄清楚这些 比如停车位 饮用水 生火坑 野餐桌 烧烤架 带洗澡间的厕所等等 作为新手来说 设施越全 肯定越方便 否则可能就要面临自己去挖个汗厕的尴尬了 选好营地之后 小编建议要先在网上预定 在陆营季很多热门的营地早早都被预定满源 比如黄石公园 优胜美帝这些国家公园的陆营地 据说一放出就会被立刻浅光 由此可见 大家对陆营的热情堪比热门巨星的演唱会 当然还有一种营地是属于first come first serve 先到先得 以上这些信息 在营地的官网上都可以查询得到 所以在准备阶段 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功课 2.装备选择 选完营地就要选择露营装备了 毕竟设施再全面的露营地 也是不会给你提供任何一张双人床的 所以遮风避雨的帐篷与睡垫 自然成为了露营装备的主力 帐篷主要从两个方面去考量 一是容纳人数 二是透气性 容纳人数的话显然意见 就是帐篷可以睡下几个人 这点小编提供一点自己的经验 就是帐篷尽量要往宽敞地去选 比如要是两人出行 建议购买四人帐篷 因为会比较宽敞 可以放背包行李等其他装备 至于透气性 小编建议选戴纱窗的帐篷 毕竟夏天露营如果不透气 帐篷里还是非常闷热的 搭完帐篷 在铺睡垫之前 一定要铺上一层防潮垫 这个装备非常有必要 因为营地的昼夜温差 包括阴晴不定的天气 都有可能会让帐篷里湿气很重 接下来就是睡垫 睡垫也有很多种 有像瑜伽垫一样的泡沫垫子 还有充气睡垫 总体来说 泡沫垫子保暖性好 充气睡垫舒服 这就要看大家个人的喜好了 至于贴身的保暖装备 那就是睡袋了 专业的睡袋是分保暖等级的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要根据自己所到的 露营地点的天气状况 来进行选购 有了以上装备 大家就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但是对于完成一次露营来说 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一些辅助装备 最为重要的就是照明设备 推荐大家直接买 防水可充电的LED挂灯 使用方便 亮度充足还轻巧 除此之外 再配一个可以套在头上的头灯 走路时的照明问题 就完美解决了 还有就是厨具 这个就可以自由选择了 如果不打算来一场野外烹饪 就可以不需要 如果想来一场烧烤 很多营地也是提供烤架的 如果想吃一顿火锅 那可能就要准备一个 便携式的燃气炉了 说起吃饭 肯定就需要桌椅 那么折叠桌椅 自然成了最好的选择 通常比较具有户外范儿的 肯定就是那种 折叠式的钓鱼椅 价格不贵 结实还耐用 三 安全防护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防护措施 首先就是防蚊虫 首推奥府喷雾 这个品牌目前来看 最为好用 没有一意 有不同的防护强度 大家根据需要自行购买 第二个就是 First Aid的急救箱 这些各大商超及Amazon 都有卖组合好的套装 基本可以应付 在野外突发的受伤情况 大家常备一套 绝对没错 第三个就是防止 熊啊狼啊 甚至狮子啊 这些野外生物的入侵 防止这些大型野兽 更多的就是需要有安全意识了 比如吃完的食物 一定要收纳好 封装起来 这样就不会引来 熊这类野兽 再比如尽量不要在夜晚 或者凌晨 动物频繁活动的时间段 单独行动等等 不过关于这点 大家也不必太过担心 因为如果去有规划的露营区 大概率也不会遭遇 这些野生动物 因为其实他们也是怕人的 好了 如果想完成一次 美妙的露营之旅 只要在营地选择 装备配置 以及安全防护三个方面 做到了没有差池 其余时刻 就可以随心所欲 自由发挥了 这不就是露营最大的乐趣吗 讲完了露营之旅 下期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 美国的房车游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就这样